你看我們兩個猛男站在裡面 我是古阿默 我是大君 歡迎收看 負評飯店 番外篇之 正評飯店 在這個節目裡呢 我們原本會到各個地方 搜尋Google上面 評分最低的住宿空間 誰的評分最低我們就住誰 但在番外篇裡面 我們會反向而行 尋找分數最高的 高CP值飯店 我們期望它是高CP值 那我們這次來到的是台北市 台北車站這一代 在Google上面搜尋台北車站住宿 會找到什麼樣的飯店呢 我們分成三個區間 1000到2000元這個區間 2000到3000 3000到4000 在這個區間裡面 我們尋找評分最高的飯店 然後去看看它是不是真的 高CP值很讚 它是不是真的值這麼高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第一間 搜尋到什麼呢 卻客旅館台北站前 4.6顆星 它的金額一晚是1800 在網路上標價是1800 待會實際訂不曉得 我們今天是禮拜四 所以待會開房的就是 只代表它周四是這個價格 周四 對 看一下網友給它什麼評論 TEN 服務周到 這外國人吧 對啊 NG說 旁邊的床就是洗手間的門 不舒服 陳曉慧 地點便利 服務剛好 介紹簡明啊 Jung 房間整體不錯 但隔音太差 隔壁房間及電梯大堂 其他客人談話也聽得到 另外大門跟地下室的空隙也有點 擴感覺不太安全 我們這樣子掃起來 都是一週左右的評論 而且 我們這樣隨便點就有兩個人給一顆星 它還可以被總評分到4.6分 哇 怎麼那麼奇怪 蠻厲害的 這個是有冠過 我不知道 我們去看看吧 對 去看看到底是怎麼樣 OK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缺客旅館 台北站前店 我們開到的是 611號房 一個晚上的價格是 1900元 哦 多一百塊 網路上它標的那個1800 好像只是那一張照片的房間是1800 哦 實際上就是看你開到哪一間為主 嗯 簡單看一下這個房間的內容就是 嗯 嗯 就是真的蠻簡單的 進來之後第一印象是 泡房 不是 乾淨 我第一印象是 好像有那麼一點壓抑 壓迫 我逛了很久 思考了一下 發現是因為這個房間沒有窗戶 哦 不過其他好像都不錯啦 我們現在來帶大家逛一下 想看嗎 門 門 門用想像的 應該是有隔音效果 不然你在外面講講話 OK 然後 我麥克風站近嘛 你們聽聽看 聽不聽得到大君講什麼 聽得到 從這個 測試狀況來看就是 如果我們晚上在這裡睡覺 有人在走廊上持續講話的話 你一定會一直聽到 所以 意思是說在床上也會有外面聽得到 對 所以你在床上的時候 盡量不要發出太大的叫聲 不然在走廊上的 賓客 認真聽的話 是會聽到 呃呃呃呃呃啊 捂住他的嘴巴就好了 這是我們 現場 簡單測試的體感啦 對啦 實際上可能用專業的設備測出來 或許它是隔音很好的 或許 那門進來的時候 簡單看一下它的 牆壁貼紙 帆布 麻布 就像我們講 帆布鞋一樣 好像蠻少看到麻布類型的壁貼 地板 普通的木條貼紋 它不是用塑膠地板貼的喔 很高級的意思 架高上還沒有很高級 就是比壁貼算是 再好一點 對 堪用 但是它的質感就會比較好一點 有啦 其實你進來的時候會覺得它是有質感的 就是如果有窗戶 就不會有那個壓迫感 會不會 但才1800嘛 1800有這個質感算不錯了吧 桌子下面有一個冰箱 冰箱看起來沒問題 聽聽看聲音 沒有馬達運轉聲耶 怎麼這麼安靜 可能是新的 反而是一直聽到冷氣的聲音很大 回風聲 我們把風量條小一點看看 1 2 3 好 小的 風量條到最小的話 倒是蠻安靜的 椅子也算是保持得蠻完整的木頭椅 應該有在打蠟什麼的是不是 看不太出那個刮痕 不過這個房間真的蠻小的 你看我椅子搭出來跟這個小床頭� 不卡到 對蠻卡的 三個抽屜嗎 沒有兩個抽屜而已 兩個抽屜而已 不過我發現他們想要追求品質的飯店 都會放天人民茶的茶包 上次在林申北那邊的高分飯店 都是用多喝水 台北車站這裡用泰山是不是 推起來看會不會像泰山一樣 肯定不會的吧 啊 沒什麼味道 本來就沒味道 靠腰 看一下他的熱水壺 很新耶 他的杯子跟熱水壺都很新耶 代表沒有人用 大家應該都是來這裡練功的 練完功很熱 所以一般不太喝熱水 喝涼水 對 這個衛生紙盒算是 蠻有質感的蠻可愛的 所以你看只要你放木頭的東西 潛意識就會給人有質感的感覺 對沒錯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塑膠盒而已 所以以後把車全部都裝木頭 超有質感的 蛤 車子的外觀可以改成都是木頭嗎 可以啊 貼那個木頭那個啊 輸出土啊 弄一台出來看看 看一下櫃子裡有東西嗎 沒有 沒有 但擦得很乾淨耶 我們走進來逛到現在好像沒有特別提到 他有灰塵這種感覺 連保險箱都很乾淨 平常都關著灰塵進去吧 外面就知道 喔 剛剛講完馬上就來了寶貝 不要亂丟不要亂丟去洗一下 那裡 靠腰臉這不是耶 這是地板耶 測一下電視 電視 三分鐘內要打得開啊 哇很快沒問題 試一下他的床吧 他的床看起來 是小size 小size 雙人床 夠啦 正常高分的飯店 這些寢具 都香噴噴的 我發現他們有個共通的不好的點 就是投射當然喜歡在眼睛這邊 這個不是閱讀燈嗎 上一節是這樣 你的開關好像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關掉 我要看書的時候頭是滴著 就不會覺得刺眼 睡覺的時候就把燈關掉 其實也不會感到刺眼 OK 你那裡有插座嗎 沒有 沒有 這個東西也是觀眾說可以特別去注意的 雙人床理想值就是兩側 或中間有兩個插座 可以讓兩個人都手機充電 但目前這個房間看起來 這張床只有左邊有插座 右邊是沒有的 沒有請自帶延長線 床躺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還行啊 很紮實耶 硬要講的話還是覺得他冷氣有點吵 房間的部分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真的蠻小的 我們來看一下廁所這方位的東西 先看一下這啥 畫衣服的 這上面可以放東西 這個是不是IKEA的垃圾桶 IKEA的垃圾桶 唉唷還有這種欸 刮鬍子用的 它也是放大的 放大鏡 這個東西使用嗎 你會用嗎 說實在的 擠痘痘的怎麼會用 擠痘痘 誰要管你什麼擠不擠痘痘啊 對啊 修容組 牙線啊 化妝棉啊那些 還有化妝棉耶 蠻少見有提供化妝棉 該有的都有 你比較喜歡 漱口杯是很有質感的那種玻璃杯 還是這種一次性的紙杯 也沒有說不好啦 也是白白的 乾乾淨淨的 嗯 紙杯還不乾淨 欸 的確蠻多地方的紙杯是不乾淨的 但是 我們上一次去拍 好的飯店的時候 它用的都是那種玻璃杯 玻璃杯好像比較有質感 讓整個空間裡看起來 又更高級一些 不曉得我是飯店的話 我會用哪一個啊 我應該是用紙杯吧 等我買到飯店再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被幹爆啊 哈哈哈哈 糟布子大家都來幹爆 不要這樣 對啊 有一次性的拖鞋 兩雙 蠻厚的 這什麼牌子啊 沒看過 TESCOM 某個日系品牌的吹風機啊 某個 香香的 空氣品質順便測一下吧 PEM2.5 18 PEM10 11 反正整體空氣品質 very good 這是 摩擦型磁磚 摩擦摩擦摩擦 穿著我的流 流冰鞋是什麼 滑板鞋 滑板鞋 流冰流冰 不是啊 我是要說 它用可摩擦的磁磚和 墓地板來區分室內跟廁所 不知道耶還是會覺得 隔起來比較有 比較有那種跟廁所分開的感覺 會更有質感 欣賞一下馬桶間 智慧型馬桶 欸 它的窗戶耶 隱藏在這裡喔 1 2 3 4 好多的灰塵 可是這個打開外面是啥啊 後面是它的倉庫耶 那這樣子也不算是一個對外窗啊 沒有辦法透過這個窗戶 建立起明亮的空間感 而且你一直玩它灰塵一直漂 這種黑白黑白磁磚的 顏色配置你喜歡嗎 蠻不錯的啊 不會有一種眼花感嗎 是還可以啦 不要弄小小塊的就會很暈了 喔唷 還會自動耶 對 因為我剛剛做了它一下 好 再來看淋浴間 你不要小看這個淋浴間喔 你知道它有什麼嗎 這個房間裡有浴缸耶 很Pro耶 欸 這屎塊嗎 生鏽吧 那為什麼它不容易噴漆噴一噴 噴漆噴一噴 噴漆噴一噴看起來就比較乾淨 的確是生鏽會讓人覺得髒 觀感不好 可是它整體而言 大部分的東西都維護得不錯啦 對不對 你看瓷磚也是乾乾淨淨的 嗯 就差那一點而已 不然就算是 perfect喔 待會你泡泡看才知道 perfect不perfect啊 你的浴缸那麼小 搞不好你塞進去會有一種 飽滿的舒適 Yeah baby 來測試一下 還有熱水 欸可以 入住可以 我不曉得麥克風聽不聽得出來耶 洗澡的聲音很大耶 有一個人在裡面洗澡的時候 外面這個人總共會聽到 熱水氣的聲音跟 是抽水馬達的聲音嗎 一喔一喔一喔一 大概是這樣 感受得到嗎 它的臉膜好像斜 慢慢不會往下 它有點斜感 嗚嗚嗚嗚嗚嗚 那這裡叫水池 48 台北這台水池的水池 控制很好 哇 好鮮 很滿喔 好我們現在來看的是台北 車站附近住宿空間 2000元到3000元這個 極距離 評分最高的飯店是 信心青年旅館 STAR HOTEL 我們剛到它HOTEL的附近 找了一下才找到它 因為它的大門看起來很不HOTEL 對 它是在一個普通的公寓裡面 然後四樓 四樓就是它的所在樓層 進去之前看一下網友給它什麼評論 林說 舒適度高加倍親切 乾淨衛生素質超高 員工都很熱情為你解答 Max說 我在旅館度過了非常愉快的時光 一切都很乾淨 房間和床都很大 我也很喜歡公共區域 Mr.King 地理位置優離高鐵近 離高鐵近 在旁邊 對對對 捷運和巴士 緊急要5分鐘到10分鐘入程 房間很大 逃鬆輕縮 從一入住 服務員100分 入住櫃台飲料超好喝100分 大廳寬敞明亮100分 全身汗臭洗衣 曬衣連頂樓都100分 真的還假的啦 真的 一致好評耶 真的耶 雖然一樓看起來不太顯眼 但搞不好裡面別有洞天喔 去看一下 Go 現在介紹的是 信心青年旅館401號房一個晚上費用是2800 很乾脆的一個數字 2808非常乾脆 這個地方呢 它這個價格我們看到房間的第一剎那 我個人覺得這個房間有價值2000多塊嗎 但是啊 補充一下啦 我們剛剛一路走進來看到它外面的裝潢 它的公用設施是強的 一進來你可以看到大廳非常大 然後它還有一個裝置藝術坐在那裡 它的休息區本身就是一個造景 你在那裡都可以拍照 接下來往房間走的時候 它會要求你換拖鞋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都是穿拖鞋 這樣可能整體而言會保持地板的整潔 沒錯 換好拖鞋在走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很大的一個休息區 我在想說可能是這個休息環境 大家很喜歡 很青年的感覺 它拉高了整體的房價 接下來走到一路走進來 可以看到非常多房間 走到的空氣環境品質 整體都給人明亮舒服清爽的感覺 好外面看完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裡面 你們再比較一下說 外面配上裡面 是不是真的值2808 先說這個大門吧 你的評價是 我的評價是好像當兵喔 它很重很厚 然後你從廠門 外面看會很像一個大鐵門 大鐵片 可能講究實用性啦 那造型上就比較普通 可是你看它這個都是 不知道是髒還是怎樣 都脫漆這樣 人為摸的 但是誰沒事一直來給人家摸門 一樣我們測試一下隔音效果 在外面講講話 蠻明確的 可是你可能站很近吧 你要不要退遠一點 好 幹嘛 找到隔壁 好像還好 它不要貼著門講的話 其實不會被外面干擾到 算不錯 一般也不會貼著人家的門講話 那有一點距離的話 躺在床上 我覺得不會被干擾到 再來看一下它的牆壁 很簡單的刷擺油漆 但沒有髒痕 可能有髒的痕跡它會刷掉 或者是真的維持得很好 地毯的話 很普通的地毯 可是滿新的吧 很自然的就覺得說 我脫掉鞋子光腳肘 也沒有問題 不會弄髒我的腳這樣子 它在裝潢的費用 算是滿省的喔 挺約瘋的 可是那你看 如果可以用很低的裝潢價格 就弄造出一個舒適的環境 那那些不做這個動作的飯店在幹嘛 那就要問精靈者的問題 好不重要 那一進來它有給你一個 跟我差不多高的掛衣架 還好 所以比較矮一點 對啊 這次開台北車站附近的熱身 都是這種塑膠白色素色系列的 綠色的 樹的椅子 上面放了冷氣遙控器跟電視遙控器 比較小小的面子 為什麼啊 為什麼同一個地區的飯店 真的都是同一個風格 這跟剛剛我們那一家的衛生紙盒 有什麼不同 就外面一個塑膠殼 然後中間一個木板 去加強它的質感 吹風機也同款的啦 不同款 Panasonic 這比較高級一點 冷氣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有測試 遙控器是可以用的 它就是一台 分離宿 分離室的冷氣 那我們從門口走過來之後 可以看到它這裡有兩張單人床 是一條直線 很小的電視在 右邊這張單人床前方 真尷尬 這言下之意就是 那邊的人 不准看電視 電視開機很快沒有問題 就是小了點 它電視旁邊有兩個求助靈 考量上次我們學到的 無障礙設計是不是 輪椅也可以按 摔倒也可以按 但缺乏的繩子 對沒有繩子 所以力氣不夠就按不動嗎 我其實從來沒按過這個 這個要很大力才按得動嗎 我們來按看看 不好吧 外面有人在按了好不好 對 很吵 代表這個窗戶隔音不行耶 可能我們401號房剛好是邊間啦 會對到馬路 給各位參考這個隔音效果 我們來試躺一下它的床鋪吧 你睡這裡 你不准看電視 其實支撐力還有 但我這張床多少有一點傾斜 太多人喜歡坐床邊了啊 沒辦法啊 所以電視裝在那邊是不對的 會不會是因為 你們兩個不要在那邊看電視 所以 屁啦 那它是要多脆弱 我們兩個 坐兩 我們兩個坐每兩分鐘就垮掉喔 我才70公斤而已耶 長期而言 都會有人坐在這張床的 側邊 看這台小電視 所以這張床很明顯的是長這樣子的 對啊 我一躺上去的時候就 你會很清楚的感覺到 你整個人往這裡傾斜 這邊比較鬆弛 你那裡沒有嗎 我真的沒有這問題 怎麼才70公斤而已耶 真的沒有耶 有沒有 所以電視不能裝這裡 電視要裝在這邊 這兩張床好像也都有床邊插座 你這張床這裡有一盞小燈 這個小燈要怎麼關啊 不好意思喔 這個房間裡扣掉這盞小燈之外 好像就這三顆小燈了 夠了 我們把門口的開關關下去看一下 關燈的效果 來關起來 漂亮喔 房間介紹完了其實 我剛一進來會覺得這個房間沒有2808 就是因為它其實很素很單調 沒有不好 就有人喜歡穿樹梯嘛也很好看 那種素 對 冷氣的位置還算巧妙 它剛好在兩張床的最後方 所以不管你睡哪一張床都不會被冷氣對著吹 所以可以預防感冒 沒錯 接下來看一下廁所 它這個門往側拉 依照我們上次學到的經驗 這個是無障礙型的廁所門設計概念 對不對 沒有這樣子拉 我是不太懂啊 看一下這個算是蠻大的廁所吧 漂亮喔 好 一進來我們有晃了一下 它好像沒有提供免洗牙刷 它有提供持續使用的沐浴乳跟洗髮精 這裡還有兩個算是蠻乾淨的牙杯 這個洗手台小的很可愛耶 而且它的水龍頭是側邊耶 漂亮 一般不是都是在中間嗎 為什麼啊 它這一間有標榜無障礙設計嗎 你看它也有特別裝這個 這個就是用來無障礙的 而且你看它馬桶這裡有兩個求助按鈕 也是一高一低啊 就是我們上次學到的無障礙設計嘛 這個咧 就是可以拉下來 對 喔哇 會不會這間費用我個人覺得高了一些 而且是因為它也包含了這個無障礙的設計 有喔 有可能喔 這樣子好像有點不夠清潔喔 如需更換毛巾請放置於馬桶上 未想應環保請重複使用毛巾 請重複使用毛巾 洗的都沒什麼問題 這裡還有一個小窗戶 其實它這個位置還蠻好的 我們剛是在大馬路上 對 從它電梯這裡進來 它進來之後後面很長很寬 很深啊 對對對很深 深 為什麼要伸舌頭 很深 所以你進來之後 往外面看 不會覺得你貼著大馬路 對 就沒那麼吵的意思 沒錯 其實現在到我的租場 愛神租昌兄 你真的一直在洗澡欸 那這邊要試幹嘛的啊 掛衣服這樣 可是為什麼要留這麼大一個空間啊 無障礙嘛 無障礙 對耶 那做輪椅子就掛不到欸 嗯 沒有 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決嘛 至少輪椅先進來 我在思考怎麼掛嘛 丟上去用掛的啊 也是一個方法啊 也是一個方案嘛 對啊 沒有啦 它這個 它沒有標榜它是無障礙設計啦 只是 因為我們上次有開過一間無障礙設計 我對這種設計印象很深 所以 看到它這裡有相似的東西才特別提了一下 那現在你測試一下它的蓮蓬頭洗起來感覺怎麼樣吧 OK 怎麼樣 問的怎麼樣 有嗎 就啊 直接來幫你買 喔 它這裡有提供牙刷 一次性的牙刷 對 但是要用買的 Money 它想要勸退你 希望你環保 用手指頭刷就好了 對啊 不要花錢 不要去浪費這些資源 買什麼一次性牙刷 對啊 用指甲刮一刮舌台 一次性牙刷 一次性用品馬上就要取消了 手指 好不好練習用手指 欸我以前沒有牙刷我之前用過手指 欸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用過吧 你有沒有用過 男生應該蠻常幹這種事情的吧 有幹過的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讓女孩子們知道 我們有多精實 嗯 手指 萬能哥 小瓜 熱水來得蠻快的喔 小瓜最近我們幫我們回家了 是不是以前拍的 不是 是現在來的 手部真的大 我只是故意的話 故意吃飽才去的 對啊 對啊 他都搞不清楚耶 他這個很累耶 有靠皮力耶 哇 看到 這個很像這個耶 車子的方向機 我們來看看他的水質 呦 比較高耶 53 欸這裡濕度很低耶 我用空氣品質檢測器測出來濕度只有48 剛剛第一間60吧 我記得 然後PM2.5是21 整體的空氣品質是very good 沒問題 好現在我們來到的是 富翼旅去北車開封館 大樓外觀看起來還不錯 他是我們在Google地圖上面搜尋台北車站住宿 找到在一個晚上3000元到4000元這個集聚之間 評分最高的飯店 他的Google評分是4.7分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說些什麼 魚說整體來說十分棒 以這個價錢有這樣的體驗 絕對物超所值 臨近北車捷運10分鐘路程 去 以2000元四人房一碗來講很不錯 欸 2000元四人房 可是我們收到雙人房要3767耶 黃卡冰很乾淨床很大冷氣涼 以北車一碗才876元 有800多塊耶 蛤 而且都是一兩週前的評論耶 多壓 虛擬啪啪 禮貌友好的工作人員快速辦理入住手續 舒適的床 良好的淋浴壓力 和提供免費現煮咖啡 還有小吃 欸這樣到底一碗是多少啊 好怪喔 這個價錢也認覺得很大 對啊可是我們在Google上面找到的價錢 星期四一碗3767沒錯啊 進去訂訂看就知道了 好 我們現在介紹的這間是 富翼旅去501號房 它是三人房 但是它當雙人房開給我們 一個晚上的價格我們最後訂到的是 3049今天是星期四 它在Google上面的評分是 4.7 所以接下來介紹的一切 請大家用4.7分去看待它 首先先看一下門吧 我覺得比前面兩間還弱 就是這一間啊 呃我們走上來的感覺 在走廊的時候我們就有討論說 它可能比較有年紀 然後進到房間之後它給我們的感覺也 因為味道啦 它的味道比較有老飯店的味道 不是說臭 就是你聞得出來它可能有一點年紀 有可能是地毯 或者是我們鼻子就是自己爛 本身就有問題 但你看它這個門就可以知道 你看它木頭門嘛 然後坑坑洞洞 對對對 這足以證明它有一些歲月了吧 那我們一樣測試一下隔音 好嘞 欸好吵喔 嘘 哈哈哈哈 所以晚上不要再走廊發出 持續的講話聲音 別人會覺得你很討厭 有一個門扣 前面兩間好像忘了講到有沒有門扣 第二間沒有 第一間有 然後也可以調冷氣 吊飲室常在裡面對不對 欸你們有覺得很冷嗎 沒有 但它冷氣剛剛是19度吧 還是18度 那表示它冷氣很弱 看一下壁貼 壁貼應該換過 算沒有 沒有嗎 沒有年紀喔 它這個痕跡都跑出來 可是 乍看之下覺得很乾淨 對啦 乾淨了 但是就是使用久了這個 切縫就會慢慢的跑出來 地毯一看也最有年紀的啊 你覺得這個地毯看起來有年紀 是因為它的顏色造成的嗎 沒有 淡掉了 喔 褪色了欸 會覺得它地毯臭嗎 我們看看 還好但芳香鏡很重 對 剛我有說嘛 我們進來的時候 有覺得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或許是老飯店的味道 然後它用芳香鏡清潔劑去壓 去壓對 冰箱冷度OK 看起來也沒有損毀 乾乾淨淨的 馬達也沒聲音欸 只要沒有壞掉的冰箱 其實馬達都不會有聲音 也就是說你只要稍微聽到那個冰箱 馬達會很明顯的發出 就表示 該換了 要說機要換了 該換了 哇 這個桌子是怎麼樣 沒有髒 也沒有耶 單純就是被燙到掉漆對不對 IKEA的杯子 跟我家一樣 茶包 烏龍茶 綠茶 咖啡都有 都是天人民茶 哇 熱水有點髒 應該說 它裡面這個水質還好 可是它外面充滿灰塵欸 你拿到它的時候 看它外面的灰塵量 你會有一種很想把它丟到洗水槽然後沖水 而且它這前面都有白色絮絮 為什麼 這是用酒的關係嗎 對啊 你看 好快喔 反應很快 自從我們訂了三分鐘內要打開電視 才算是一個合格的電視這條規則之後 就每一台電視都可以馬上打開了 對啊 很棒 其實很少開飯店會看到卓登維持的算型嗎 可以啦 但就是蠻古老的 復古的造型 一種藝術風格 椅子的話 哇 應該很少人坐 還沒有崩塌 而且皮好新喔 還是說其實大部分東西都是新的 我看不出來 它的避貼很新啊 我知道配色的問題 它都配這種 老灰 老灰啊 老灰色 我剛剛說避貼看起來很厲害 就是床頭這一面啊 油票風格乾乾淨淨的對不對 還打了兩盞燈 它是不是翻修過啊 然後有一些東西有翻修 有一些東西沒翻修啊 一半一半 試躺一下床好了 來 哇好晃喔 很跳喔 這個床很跳喔 有支撐力但不夠支撐 對對對 憑良心說 今天開三間 哇 它的枕頭最不香 對 這個邊邊應該也很多人做 這整個床都有一點行 這個有點晃 那一張床有比較好一點嗎 沒有 也是很跳 鬆鬆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扎實一點點 應該是因為大家都坐邊邊 這邊比較鬆 我躺那邊其實還好 有嗎 有喔 對啊 就是大家都坐床邊這沒辦法 它兩張床其實都等於有插座 對 這個插座是這張床的 這個插座是這張床的 對 那上面還有一個插座 所以三個位置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插座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方便 這年頭 我們都可以不帶 一定要帶一支手機的 沒錯 所以晚上手機充電很重要啊 然後這裡有一個保險櫃 跟三雙一次性使用的拖鞋 這裡有一個窗戶 打開來 沒有殺網 漂亮 欸 你猜後面是什麼 隔壁大樓 不是欸 是這棟大樓的逃生梯欸 你翻出去你就可以走逃生梯下去了 這也算是一個逃生路線 逃生空間 吧 但沒有殺網 所以平常等於還是得關上 不然蚊子會跑進來 然後窗簾 看起來沒有破損也沒有灰塵 算乾淨了 打開廁所門 最勇猛的 難的 我覺得它廁所空間算大啦 而且它地板是打蠟喔 為什麼這麼滑 還是它這個磁磚是換過的 沒有本身你的鞋子沒有自滑 屁啦 今天三間廁所只有這間廁所我講這個話吧 你的意思是說你不滑 我不滑 那我怎麼那麼滑 哇 哇 玻璃杯 好老 好復古的玻璃杯 玻璃杯 它真的讓我想到富平飯店欸 可是你看 人家就是可以4.7分 對啊 然後 牙刷刮胡刀 竹子跟 玉帽 這間沒有剛剛給的多喔 欸它的毛巾貝單 全部都有一種老味 這是老味嗎 嗯 不是像前面那種 清洗芳香劑的味道 水空機看起來OK 但是就是把手有一點油油的 馬桶 一般的馬桶 可惜喔 可是 算很白吧 欸呦呦呦 這水有點大的 都要噴出來了 它不像那個電動的 嗯 好看一下它的淋浴間 算蠻大的吧 你看我們兩個猛男站在裡面 嚇死我了 哎呦 差一點就要撕了 看得出來我們兩個反應很快吧 我只是想要表達我們健身的成果 給你們看而已 對也都被卡到 好 欸 洗頭洗把一起用欸 這麼酷 這麼酷 專業喔 多功能的 多功能的 你待會兒洗洗看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功 好吧 今日第三洗 畢竟你是YT洗澡界第一把小椅 沒錯 它的廁所除了天花板 洗澡巨星 有一點就是 掉氣 小發霉 其他的好像都維持得不錯 對 挑戰 除了我們以外 還有哪一個人的YouTube頻道 會在一支影片裡面 連續洗澡三次 以後如果有人在一支影片裡面洗澡三次 那我們就一次介紹四個飯店 你就洗四次 不能輸 怎麼樣 可以 沒有興奮 你沒有興奮感 啊 欸 起起來啊 啊 空氣品質檢測器 這一間的濕度 比較高一點 60% 但還算是低啦 我們之前拍副屏飯店的時候 很容易測到那個濕度70幾%的 然後PN2.5很低 只有13% 整體的空氣品質也是 very good 來 來 告訴大家 沒有牙刷 怎麼刷牙各位 不要喝點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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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好吃 嗯 然後可以好好跟大家講 怎麼用 三點水 啊 拍到一塊了 這個樣子壓 嗯 很棒 就是用你的手指 very good 你知道頭髮 這幾天的那個 熱腿 腿壓 腿壓 前面啊 呃 我覺得這都差不多 沒有問題 沒什麼問題 他們都還算是蠻平均的 但這家的護衣乳跟洗白乳 比較好 剛剛前面那個香菌太重了 他應該也可以洗臉 他的臉膜色就不錯耶 可以這樣幾個耶 不會很澀嗎 不會還好 我的臉本來看起來就不澀啊 是帥的 又不有 又不澀 這個吹風機 創回一搭 我也比較壯哦 這風力很夠 對啊 50 好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我們今天看了三間房間 第一間房間是在Google上面 網友給他評分4.6分 的 缺客旅館 台北站前店 雙人房 我們開的是611號房 一個晚上價格是1900元 先由大軍分享一下 對他有什麼看法呢 我的體感上我是給他4.2分啦 我覺得沒有窗戶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評鑑表是4分 我評鑑表也是4分 那我分享一下好了 第一間這個缺客旅館他是 自助式check-in的 他還是有服務人員過來服務我們 所以我對他印象還不錯 在服務人員態度的地方給了他2分 但價格合理嗎 雖然我知道他可能離台北車站近 比較方便 可是他房間只看房間給我的感受 如果他1200元到1400元之間 那他在我心中分數可能會很棒 但他1900元 我還是希望可以便宜一點 最終我自己體感可能也是給他4.3 4.4 就是會低於4.5 但我也不特別覺得他有什麼問題 就是小了些 評鑑表加體感我們綜合起來 其實大概就4.1 4.2這個區間 跟Google上面網友給他給到4.6 可能有一點 對只差一點點 至少問我能不能給他划算王這個稱號的話 我不會給 所以很抱歉 這是個人體感 再來第二間信心青年旅館 他在Google上面 2000元到3000元這個區間 評分是最高的4.6分 我們開到的是401號房 雙人房一個晚上的價格是2808 一樣先由大君分享一下對他的感想 他的那個大廳很漂亮 休息區 休息區很舒服 沒有啊大廳他也覺得很漂亮 他還有休息區啊 對對對 所以走進去到房間的時候 有點小可惜 覺得房間比不上外面休息區的地方 對 所以他的價格我覺得比較高 可能就是因為外面好 我體感的話應該我是給他4.2分 然後你的評鑑表給4.3分 對4.3分 其實跟我差不多 我評鑑表聽起來也是4.2分 他辦check-in的時候手續比較繁瑣 但他們的服務人員 我覺得蠻有耐心的 就是態度是好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給了他3分 然後他有提供早餐 剛剛那一間check-2旅館也有提供早餐 不過我要講一下就是 畢竟我是去住宿的啦 也許其他人去是想要享受他的 設施 對設施我不知道 但我不是去享受設施的 如果我只是去住一晚 我開門進去的時候看到那個環境 然後你跟我說2808 就我只能說很抱歉 沒有符合我心中的期望 但我個人 我個人 如果問我說 我願意花多少錢去住那裡一晚 可能是1500、1600 欸跟我差不多 對就是只看裡面的空間感和設計感的話 對對對 我的體感其實也差不多就是4.1、4.2 就在這個區間裡你知道 我不會覺得他低於4分 他們在維護上面都做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都有4分以上 所以我覺得都有4分以上 可是我也不覺得他有到4.5分 畢竟 你到4.5分以上這個要求應該是滿高的 所以我們 的評鑑表加上體感平均起來 其實跟第一間差不多 差不多 4.1、4.2這個區段 還有一個地方我印象滿深的 你對於去一間旅館 飯店住宿的時候 他要求你在大廳就把鞋子換下來 只能穿拖鞋進去 就你的鞋子得丟在大廳 這件事情你有什麼看法 滿不太習慣的 會有一種就是 我租了一個房間 我不能穿鞋子去我自己的房間裡 不過這是個人習慣性問題 然後他還有一點比較特別的 他有寫說 禁止在房間內飲食 所以如果你要去租這裡的人 可能要注意一下他的規矩 外面有用餐去 尤其區的地方還有用餐去 我不想跟別人一起用餐啊 我必俗啊 我害羞啊 我喜歡自閉 躲在房間吃泡麵不行嗎 沒有啦就是 反正去到那裡 你就遵守他的規則 我只是分享給各位 再來看第三間 就是我們現在做結論的這一間 複翼旅去 他在Google上面 我們搜尋價位 一個晚上的價位 3000元到4000元之間 評分最高的 就找到複翼旅去 他的Google評分是4.7分 我們開的是501號房 三人房他當雙人房開給我們 一個晚上的價格是3049 但我們在Google上面有看 他標示的雙人房價格是3800 那我們來開到只有3049 就是為什麼會落差這麼大 我不知道 好一樣由大君先分享一下心得 中規中矩的傳統旅店 我體感是給他3.9分 跟我評分表一樣 那你評分表給幾分 4.2 我的體感喔 大概也是就是4分 可能比剛剛的低一點點 但我也不至於會認為他低於4分 其實他們維護都有做好 對 我就覺得OK了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對於服務人員態度的評分 單純是我們兩個擊敗人自己的體感啦 好不好 就是緊供參考 擊敗人 那跟前面兩間相比的話 我對這一間check-in的時候 服務人員態度比較沒有印象 所以我就給他基本的1分這樣 然後這一間沒有提供早餐 前面兩間都有提供早餐 再來價格這件事情呢 他一個晚上要3049 在我心中還是偏高啦 我覺得1600吧 都差不多 如果你跟我講他1600、1800 我可能會推薦你來住 2000、2200我可能會覺得過得去啦 欸不行要扣100塊 他的電視是寫的 好沒關係 但反正不會是到3000 不會 我沒有特別覺得他到3000這個階段 可是整體而言有沒有可能就是因為大家都認為 我在台北車站旁邊 我方便 我方便 我就貴 不爽你不要住 所以整體而言這次開的這三間 價格在我們心中都是偏高 但也許他是符合當地價位的 我們只開了三間啦 所以就只討論這三間 是是是是 其他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啊 第二間沒有聞到拖鞋 第二間我們因為是從大廳直接換了拖鞋 就進房間了 依照我們以往的習慣 如果是在房間換拖鞋的話 我們會去聞他這種 持續性使用的拖鞋 清潔的乾不乾淨 啊沒關係啦 聞自己的腳就知道 可是你剛剛洗過澡 那應該是聞我的腳 對我沒洗 我覺得這個拖鞋很香 讚 好以上 就是這次我們來台北車站 搜尋Google上面 評分最高網友給的 在那個價位區間裡最高分 我們就好奇過來看看而已 看完之後這個內容給各位參考 相比起上次我們條通商圈來講的話 這次三間我都沒有特別想要 叫我的朋友來住的那種感覺啦 確實 可是你們看了可能你們會覺得CP值不錯 那還是推薦你們來住 至少這三間我們看過 不至於到拆雷啦 我們也都平均還是有給他四分以上 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 欸 欸 喔對今天是6月29日 還沒7月1號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還沒 我就是要等著看7月1號 大家有什麼動作 有這個法令吧 今年7月1日起分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為不主動提供一次用鋁素用品 包含洗髮精沐浴乳牙刷牙膏等11項用品 沐浴乳也不提供 這麼壞 開心咧 那以後要不要實施2025健身房不提供健身器材 不過牙刷是一次性 所以如果是罐裝的應該也是有 那牙刷也是提供持續重複使用 欸 挖操那牙刷都炸開了 每次刷完都會消毒喔 有消毒OK 前行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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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眼睛 快點 約